我們不時會報導一些有關於樓宇、買樓、撻訂的情況的消息 所謂撻訂基本上很簡單 即是有人買了你樓給你訂金,認購了一間新樓 然後隔了一段時間之後,他看到,嘩,不是很行啊 現在給我買的時候,價格跌了很多 不如跌的錢還多過我的訂金,不如我不要了 於是就不要那個樓了 基本上以前的認知就是,你不要那樓,你是不是搞錯? 有合約精神,樓勢是不是? 那香港的法治,於是怎樣? 於是你就要給別人追收的差價 因為基本上在法律上是這樣說的 那個賣家,那個發展商就會快快脆脆拿回一間樓 然後就扔回到市場賣賣賣 好了,中間有個差價,追你的差價,追你的手續費,追你的行政費,律師費 很多東西追的,長室經常都是這樣 追收差價,說明是不是? 但是呢,今天要跟大家說這個情況 在這個情況就是跟大家認識的 這些追收差價,優勢改成,輸得很慘的情況 是完全不同的 今天要跟大家說這個,他訂 生意淡薄,不如倒樓 為什麼?有賭未為輸 訂金做賭注,輸完又再輸 於是乎呢,你就要明白 香港現在是一個金融藝術的表演 香港多了一班金融藝術家 於是他們表演撻定 於是你不明白 以為很多人很慘 我告訴你 一般來說沒收定金5% 如果去到大定就10% 那當然慘 首先你會了解一下 究竟什麼叫撻定 現在這種撻定 和你認知的撻定有沒有不同呢 究竟撻定代表什麼呢 那當買家對後市無信心 那看到樓市對下跌佔 5% 就發生了,然後樓市和股市一樣的下跌,諸如此類 他們就想想想想,哎呀,不要了 你跌了那個錢,譬如我給了30萬的訂金,5% 你現在的股市,我就這樣去買,便宜了60萬,糟糕,還繼續供,傻呀傻呀 於是就撤訂了,基本上詳一詳實,真的很多 基本上所有的地產商,他們不出聲,但是 基本上都不追的,不會再追你,喂喂喂,老闆,你踏得好,搞錯了,你簽了 這個臨時買賣合約,甚至乎是這個正式的買賣合約,那怎可以的 新的價錢,現在雖然是便宜一點,我們賣得便宜一點,但是你應該要補差價給我們,諸如此類,諸如此類 發展商,竟然從來都不追這些原本的買家,為什麼呢 這裏有一個非常之精彩的,唯獨香港有的,藝術表演,整個局在裏面 所以大家要去理解一下,不是,經常看到撤訂,撤訂,撤訂,以為真是很慘的那些人 不要只這樣想,撤訂有分兩種,一種就是普通的人傻傻傻的,這種就不同了 這種是藝術表演來的,因為為什麼呢,大家都很清楚,今時今日呢 香港投資買樓,給少少訂金一段時間,其實是不是一個賭局來的 譬如說,我現在買一間樓,我給5%,錢就去檢查,是不是OK了 一年之後,看看市場先,甚至乎十幾個月,多過一年了 那麼,繼續要看看,剩下十二個月到了,十五個月到了,你說要 繼續給訂金,看看先,看看市場,值不值得我再去 繼續投資那些錢進去呢,嘩,如果我看了一年了 都認為這間屋,都不升值的,以及以後都好像沒什麼前景,政府沒什麼了到 於是,我就看一訂了,輸了訂金了 所以呢,如果這樣就可以快快速速地賣,如果不是呢,如果反過來,譬如說你這樣就算了,如果不是啊,反過來 升呢,嘩,兩回事啦,老闆,那就快快速速賣出去啦,這樣就賺錢啦,你記住啦 這條數會計,我們先計一計條數先,首先呢,譬如說 我付了三十萬,那就是當是 五個百分之這樣,啊,怎知道呢,這間屋真的在一年之內,任何時間 五個百分之下,就升了十百分之下,嘩,少了,於是乎 沒有你那麼多啦,馬上去賣掉啦,於是乎怎樣 我不計其他手續費呀,不要搞這些事先,免得麻煩 那我用三十萬,就可以賺到六十萬,嘩,二百個百分之下,無理呀,老闆 真是誇張,你又什麼生意能做得過呀 在經濟下滑,生意難做到今天 賭一拋,賭一拋,是很多人,走投無腦的,唯一選擇也是很多人 專業的投資者,或者叫賭場的賭家,或者叫賭仔 他這些專有的僑倖心理,或者是他自己認為 計算過的,這個是合理的 所以喜歡去選擇這條路,所以你要記住 現在其實香港的 地產商呢,他們 在賣樓 亦同時在開賭,明白嗎 讓大家玩一下,一起來 賭一賭,再加上 香港樓市的情況 一年呢,在過去來講,升十個百分之下 多麼容易呀,是不是 所以不要緊呀 如果逆轉市的話 突然間,阿爺說好消息呀 贏二百個百分之下,算什麼呀 升十個百分之下,對不對 所以很多人就會出來 博一博 博一博一博一博 可能是 單車就變摩托了老闆 對不對 所以你要知道 這些 所謂的撻訂呢,其實是一個過程來的 今次輸,下次贏了 對不對 賭仔就是這樣 於是我們要清楚明白 所謂的撻訂的新業主 其實很大部分 並不是真真正正想買一間屋來住的 他們其實是一班賭徒來的 我們 從發展商方面的角度去看一看 先不要只顧著 賣樓很慘呀 輸什麼的 不是這樣的 我們試試從 發展商的角度去看 為什麼整個遊戲是這樣的玩法呢 為什麼要做一個這樣的局 首先因為樓市很淡靜 大家知道 尤其是過去那幾個月 如果不是政府又說切爛 真是很難炒起那個場 那些人是小貓,三、四、四、隻 就說要賣樓了 死了,只有十多二十個買家 真的 有報紙或者有雜誌來拍 給你錢 不要拍啦 這樣也會 就算有百多個 那些人在這裏 也不夠的 於是 你就要 盡量 炒起個場 希望整個氣氛會好一點 例如 你當現在很少的 不是賣很多樓 賣百多間 怎料拍出來 你看看我的照片 很多人都堆在一起 這樣就夠氣氛 炒家很簡單 希望短時間 賺一筆錢 他們就不會很小心看 什麽坐向呀 又多少層樓呀 又說這個位置呀 多不多人出入呀 又說有沒有車位呀 那麼煩呀 大哥 搞什麽 炒就是 總之 有沒有得升 有得升就搞定了 所以其他東西不用管 以前炒樓呀 又拿著飲館呀 你看過那間樓嗎 周圍什麼 被人考慮這些事 麻煩 炒家最好的 對於這個地產商來講 真是好朋友呀 為什麽呀 大家不用管那麽多的 總之來到炒就行了 對不對 以小博大 盜仔叫他大輸 搞得定就行了 正所謂堵住少少 就是輸不死人 所以最緊要就是 喂 不要收我那麽多啦 5% 甚至乎有些人 就少一點 那真是好不容易 一博二呀 怎麽解呀 30萬 一個年之後 可能兩個月了 就搞定 做升 200% 嘩 可以 這種生意要哪裏找呀 大佬 你去擺銀行 整年都只有4% 所以從發展商的角度 這一班 駁一駁 炒家是非常好的客人 他們幫忙搞旺了 炒旺了 嘿呀 幾好呀 輸了 又不會大炒大鬧 你知道 你看大陸那些 不賣家 又說要衝擊這樣 又說要衝擊那樣 又說不要搞 現在賣便宜了 怎樣怎樣 炒家就沒事的 對不對呀 願賭就復輸 總之我現在 拿個 你不要搞那麽多 輸就輸 哎呀 不要追我 差價 沒有這麽事的 總之呢 你給我玩 我又走去玩 大家不要搞錯個派對 所以作為發展商 很明白的 盡量呢 就不要 弄死這一班 炒家 因為如果他們死了 哎呀 這就大件事了 真是怎麽解 整個場就靜了 是不是 都不會有炒家願意繼續承接你這些以後再賣出來 又賣完這個單位 以後還要在那裏 哎呀 你知道了 北國又賣一下 在這個 元朗又賣一下 在九龍又賣一下 哎呀 你搞死了那些炒家 然後哎呀 你的發展商很壞格的 會最差的 哇 那就是 以後大家不用玩了 於是 一拍兩散 玩完了 是不是 炒家呢 就輸了訂金 沒有了幾十萬 算數了 發展商就是 賣不到 賣不到 那個盤 拿回來 又再賣過 賣回輸了一點點 好啦好啦 別人輸了一點點 我又補了一點點 好過原本放在那裏 全部都是我輸 對不對 所以發展商說 沒問題 哎呀 你肯幫我頂住 好兄弟 你輸了一點 我輸了一點 我又不會 找你麻煩 大家 是這樣的 以後你又剩下多少 日後 你有機會 再來我這裏 又再炒過 是不是 這樣大家就好兄弟了 於是你記住 香港獨有這件事 不跟法律的 不會跟 我追你差價 是的 李嘉誠 李生 那些 別人那些 不是什麼超級大富錢 世界首富 對不對 當然了 華人世界首富 當然有 獨特的東西 我們不會想的 算了 交給李生 自己解釋一下 所以一般的發展商 從來都不會追 這些炒家的 訂金 以外的差價 已經成為一個 共識 因為為什麼 大家不要搞死 炒家 希望炒家 很放心 你記住 最多就是輸了你的訂金 沒問題 我不會搞串 你又不會搞串 有錢 有錢 齊齊賺 大家一起賭兩鋪 上方有默契的 這些是香港的 大家 這些是藝術表演 大佬 金融藝術表演 是不是 厲害了 默契好 這種情況 全世界都沒有 唯獨 香港有 為什麼 因為香港 人人都知道 買樓 誰是 買來住的 最緊要是 賭一場賭博 真是瘋瘋狂狂的 做妝的 最緊要不要殺雞取倫 那個賭仔輸了 就有他 不要輸死他 如果輸死他的話 以後 不僅是他不來賭 你嚇到其他人 就是說 賭場會死人的 如果大家不來賭 對不對 這樣就不行 所以 樓市 會因為這些 炒家 死掉的話 就會沉積下來 糟糕 就沒有了氣氛 所以 買新樓 一定要有氣氛 大家你要什麼 最緊要 有一大群 炒家在這裏 然後哄了什麼 哄了那群傻子入局 傻子是什麼 傻子什麼 就是用家 那群傻子 就是 這群傻子 超級傻子 那先是 大家搞起氣氛 炒家就會了 多好氣氛 當排隊的時候 大家排排排排排排 那群傻子都排在這裏 然後突然間 有一群人 就說很厲害 那些是什麼 一客七食 一客十食 西比一客 六個 十二個 這樣買 他們多醜 你們全部等下 他一個人多有型 或者幾個 看看多少炒家 哇 二十幾三十個 那些經紀陪著他 走走走走 哇 有型都抬起頭 恥高氣昂 大大報 哇 風光得不得了 大家看到 這些大有錢人來的 超級傻子 你看看他們 走去簽林約 他先選 一客七食 一客六食 然後 你看看 登廣告全都是這些 對不對 突然你看到 厲害呀厲害呀 什麼客 一客幾食 真是超級傻子 他的臉口 真的整個是 鐵 鐵金剛 厲害 不得了 所以這些炒家 厲害呀 令到整個氣氛 衝上來 大家就說 哎呀我們是威啊 我也要學他 我要做炒家 沒錯啦 這些炒家其實是什麼 其實是一些 非常資深的演員 來的 老闆 他們是做一些 藝術表演的 明明呀 因為他的內心都很害怕的 薄薄的 大佬 一定衝得很勁 為什麼 你衝得勁的話 那些傻子真的買的嘛 那傻子真的買了 大家一起炒起的事 那他就肯定要放了 對不對 所以你記住 他一定要 是什麼 一下子 記得吃 厲害了 還有一個很厲害的 藝術表演 都是行到恥高氣揚的時候 其實他心在那裡跳 死了 不知道會不會輸 又輸 哎呀真是慘了 但是不要緊 真的有內心有氣 藝術表演來的 對不對 所以令到其他所有人都覺得 哇行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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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啦 這樣就對了 所以啊 記住大家 大家 記住這個是一個的 藝術表演 這班瘋狂的賭徒 個個都是神經百戰的 贏過不少錢 亦都輸回 洛少爺 沒什麼所謂 當然啦 他當然會跟你說 哎呀 我們呢 就是對個樓市很有信心的 為什麼 他在演戲啊 那時候是藝術家來的 倒仔說的 有賭就未為輸 今天輸了 當是儲足存款 對不對 下一局贏回 這樣就行了 接下來 跟大家說一說 就是有些10月 撻訂的情況 大家聽了 千萬不要心情不好 因為為什麼 因為都是賭的 賭一局 不要緊 不是賭就算 然後還會繼續賭下去 10月過了一半 合共已經有14個撻訂的個案 嘩真是誇張的 相關的地產商 總共 殺了訂金多少 11005萬 即是說 11005萬已經怎樣 退了下海了 嘩 十幾天 即是每天 退100萬 一天 推一架 很有型的 很漂亮的 車推下海 100萬 大佬 真是厲害 涉及樓宇的總額 總價值是 1億5557萬 我賺1.5億算少 第一個就是加里發展 何敏田的 浩文 又 撻訂的 浩文成鬼都撻訂 就說成了輸錢 第10座6樓A室 然後943呎 三房一套 2021年6月的時候 3500萬賣出 2021年到現在 耿撻了 說有三年的成交期 這麼長 哄這傢伙 落搭 終於撻了大訂 輸了多少 13% 真可憐 455萬 好了 不要緊 輸了這次 下次贏了老闆 不要緊 孔運就可以了 另外 很多人說過 宏安地產大國咀 楊重佳 62號 那個 單動式 Largewood 這個Largewood 已經輸了 9月加10月 輸了32個單位 真的32個老闆 輸了錢 現在 前面有9月有24宗 輸了1.3億的金額 金額 其實沒有這個金額 輸了704.9萬而已 沒所謂 這一局 落得不好 頭柱可能 那個時勢不是那麼好 下次再轉運 然後10月 暫時錄了 又有9單 這樣的 撻訂 厲害了 33 24加9 33 就終止 交易 撻訂 多少 277萬 277萬 OK 總共 都不太多錢 9單 每單 30萬 值得買 玩一下 好了 總共 就是 這個 Nargewood有187個單位 不說了 那些細節 總之9至10月來講 總共撻訂 33宗 一共就輸了這一班 這樣的炒家 981.9萬 不夠1000萬 沒問題 下次贏 好了 好 另外有兩間 撻訂 信志 惠德峰 嘉華 爪哇 爪哇控股 一起在這個 維港會議 結果又是要 撻訂 總共兩次合共 殺了528萬 最新又獲買家 買成接 5490萬 起初售價是 205萬 或者是 3.8% 那麼 他說 他這個就很有趣 就是 令到 大家一定要有故事講 為什麼呢 他這個單位是1座17樓A室 實用面值是1500多尺 四房雙套間隔 在2023年3月 就用528萬左右賣了出去 結果 就在10月 那時候 即是2023年3月 賣了 賣了出去的 然後大約 半年左右 去到10月 即7個月左右 就撻訂了 一撻訂 就沒收了264萬的 訂金 OK啦 5個percent 5千多萬 5個percent 200多萬 比我多好 對不對 好 接著呢 在10月 別人看完訂之後 就拿出去再賣 對不對 怎麼辦 又入維港會議 漂亮 然後又賣了出去 好了 又是 一樣是5,290萬 更貴了一點點 原本是5,280多萬 他現在貴了一點點 5,290萬 又賣了出去 然後又拿一個訂金 那麽 3萬4千多元 3萬 3萬 赤價3萬4千多元 sorry 5千2百多萬 這樣就賣了出去 好了 接著呢 怎料今月3號 你厲害了 他又中止買 新買家 這間屋真是賊訂資 賊完又賊 第二個買家再賊5個percent 於是又輸了264.5萬 嘩 厲害 即是說呢 這個單位 那個 業主 剛才說的 惠德鋒 家華 那個業主 單位放在那裡 你來 賊5個percent 他走了 又來 他又走了 是這樣 來20個 就賺了 是不是 真是行 所以說呢 不要說這些賭場的 賭莊家 不好 喂 幹嘛追人家 因為有他 不停來不停來 不停輸 不停輸 沒問題 這樣 你真是沒得撐 所以說呢 香港的這些 大媽沙 這些 地產霸權 真是勁抽 真是 坐在那裡有錢收 另外一個 例展元兩大堂上泊 剛剛才是賣的 接著又 手中撻定了 面積是285呎 原本是用276 萬多賣出 不用一萬元一呎 便宜便宜便宜 結果 很快 賣價又撻了5個percent 然後 14萬 沒有所謂 這些 炒兩炒 不對 14萬算了 隨風二世 是不是 好了 接著還有 恒隆 浩日 九龍灣 又是有單 撻定 不過這個已經是 比較 長的時間 殺了95萬 兩個買家入市 近三年才撻定 95萬 不算多了 真是很老實 是19樓枝 443呎 21年 已經 賣了957.5萬 賣出 撻定 你撻多一點 因為 三年長時間 10% 值得玩 10% 玩三年 對不對 九十多萬 玩三年 你拿九十多萬 去澳門 兩個小時 就沒有了 是不是 或者兩分鐘 就這樣看 你怎麼賭 這裏就好玩了 你還玩了三年 是不是 看書 所以 都不夠一百萬 好厲害 好厲害 行動 行動 真是 陳啟宗 OK 這個留回來 大家慢慢 搞一下 一定要再賣 好了 大家記住 其實 要用一種 欣賞藝術的角度 來看這一班 撻定的 炒價 其實他們真的是在表演 一場金融的 藝術 真是 真是 真是有效 從當日 去認購 賣樓的處 認購 多有型的走快速衝動 穿過一大堆人群 恥高氣揚 大踏步 哇 十幾二十個 經紀又男又女 個個都年輕 真的又你好 要奶茶要奶茶 有三文治有三文治 真是 真是真是有型 這個那個 這個那個 就是這樣 我要這個這個 那個那個 哇 細餅一下 整批就是這樣 認得不得了 當然 勁抽了嘛 他們的心想 都是說 是啊 如果我會長期收租 現在的 租借是不錯嘛 說就是這樣說 你試一下 有錢賺 賺20% 撥一聲 明天就已經 賣了給你了 對不對 所以說 當他們 有錢賺的時候 這些炒家 就直斬了 不是長遠的投資客 所以最重要就是 有型 那時候 是人生最大的 感受了 所以這些炒家 做了演員 為了整個氣氛 搞到這麼好 當然 地產商來說 對他們很好了 你知道 不容易找到 這班 有型的 炒家 大家 令到 周圍的 等 排隊 買樓 傻傻傻的 明明一去到那個地方之前 已經 經濟不斷打電話 又多謝又成的 每個人都被拘捕了 你看 整個 場面交繫 整場 好像 TVB都拍不到 這麼漂亮的 所以說 整個表演 連連觀眾 現場 那些 真是買家 傻仔 一直看 真是一場 藝術表演 絕對值得尊重 這一班炒家 其實 絕對是我 欣賞的一些 我經常教人演戲 他們就是很好的演員 很出色的藝術家 創造了香港獨特的 金融藝術 幫助了 一大班地產商 現在在渡過難關 所以 真是敬秋 記住 給他們一個 Credit 希望大家看到 他扔 絕對不要笑他們 因為為什麼 有賭美為輸 有一天 他又再翻身 不斷了 希望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點讚和訂閱 Thank you Bye Bye